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又能有机会和大家有一段分享的时间 刚刚有一阵大雨 刚好我们唱到圣灵的歌 期待圣灵也像这雨一样落下 接下来就是暑假了 我相信对于一些从事教职 或者是还在学生身份的弟兄姐妹来说 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修整一下自己 但是对于一些弟兄姐妹来说 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困扰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在大学以前的时候 我大概只有前一个礼拜 是觉得过暑假是很开心的事情 超过一个礼拜以后 我就会开始觉得真的好像有点无聊 因为我住得离其他人可能也比较远 所以不大会去拜访其他同学 其他同学不会来我们家 所以自己就只能跟自己过 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常常 不确定她是请假还是翘班 但是她就是会抽空 但她就是会抽空 就是回到家就是陪我们去走走 去做点什么 或者是帮我们送午餐 我相信妈妈她一定也有她很忙的时候 但是还要分出这个时间 来照顾我们这孩子 我相信对于现在一些弟兄姐妹来说 可能也有相同的甜蜜的负担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 在放假的时候做点自己的休闲 其中有一个休闲 我可能在先前也有提过 就是打电动 我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打电动的人 那我打电动的时候 尤其有一种类型的游戏 是我最喜欢的 那叫做角色扮演 你可能就是当某一个侠士 出去除强扶弱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一个 勇闯秘境的勇者之类的 反正就是会扮演某一个角色 去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这种类型的游戏我都很喜欢 但这种类型的游戏 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套路 就是她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主角他一定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 然后也没什么才能 没什么才干的人 但是就是随着 这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等级慢慢的上升 学到一些新的技能 然后最后就变成 可以打败大魔王 可以打败最后的敌人 那种感觉 我自己在玩这种 类型的游戏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个 很奇怪的怪癖 我会想要把这个角色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把它练得很强 所以到后来 我就不大需要花时间 再去做什么升级的事情 因为我已经是很强的角色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选择 它不是那么完美 可能我选错了一个 所以它没有办法 那么快就变那么强 或者说选错了一个 所以以至于 我没办法得到某一个宝物 或者得到某一个技能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会选择 独当重来 就是我不喜欢 让这个角色 好像有一点不完美的感觉 希望它每一个都是 寻着一个很完美的路线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很强的角色 然后以至于后来 我都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 去做练等 然后剧情最后也走向一个 最棒的结果这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心中是期待的 有一个角色 它是一个完美的呈现 虽然我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游戏中 有一个完美的角色 应该还可以吧 所以我常常都会这样试试看 但其实我也会想 或许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投射 也许我真的是一个 期待追求完美的人 我相信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 可能也都会多多少少 有一点完美主义的感觉 会觉得 如果我在我所经手的事上 我所遇到的事上 我所面对的选择 都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对啊 不知道该有多好 对不对 但是现实 不见得能够让我们最后都走向完美 或者说 很难让我们去遇到所谓的完美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主题 拥抱不完美 拥抱不完美 好吧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今天也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 你对我们的心意 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 但求主让我们在看见软弱的时候 更进一步的清楚了解 主啊 你是愿意我们来拥抱这软弱的 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你刚强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麻烦下一页 谢谢 在提到这不完美的时候 其实都会让我想到保罗的这一段话 这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诗瑶歌也有提到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提到的 这一段经节提到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是我前提的 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 因为是后书 所以你可以期待 前面应该有前书以及其他的书信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他是提到说 他认识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就是保罗他自己 有一个人他进到了三重天 这个经历其实是很特别的 因为是一种超自然的经历 一般人不会有的 但是他却说 我不会以这种事情来夸口 如果真的要夸口的话 我反而愿意夸口的是我的软弱 他又继续提到 他说我身上有一个刺 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 是真的物理上 身体上有一个刺呢 还是他心里有一个刺不知道 但他说 我身上有一个刺 我多次求过主 把这个刺从我生命当中挪去 但是神却跟保罗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他自己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因为当我夸自己软弱的时候 就会加上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也是今天的主题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这一段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之前在读神学班的时候 有一堂课我很喜欢 叫做步道学 在那步道学里面 除了讲步道背后的神学观 背后的那些意义以外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就是 你要去步道了 你要去怎么做步道呢 所以那时候在课堂上 有教了很多步道的方式 有一种步道的方式叫做 五色卡步道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有五个不同颜色的卡片 分别代表这个世界被创造 但是随着人的堕落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越来越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罪性的问题 最后因为耶稣的出现拯救了 让我们面对的世界 可以变成是得着祝福的 是有神同在的 以及最后我们可以面对新天新地 我们可以透过五种不同颜色的卡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的福音 那还有其他的做法 像是有一个叫做福音桥 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刊物 然后可以用来传福音 那还有一种步道法 它叫做保罗式的见证步道法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 保罗式的见证步道法 它就是在说 一开始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但是因着主我遇到了怎么样的事 所以最后我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最后这个结局 跟一开始的这个 你所提到的事情 这个转折越大 就越容易觉得 哇 神真的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 在你身上 我也要来相信神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都会 试着用保罗式步道法 来讲自己的见证 我相信现在应该有很多弟兄姐妹 在描述自己见证的时候 也会用类似的做法来说明 其实就跟保罗一样 如果今天他所体认的 他自己的软弱有多大 但在因着主 最后得到了怎么样更特别的结果 我们都会觉得 哇 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麻烦下一页 谢谢 在提到这个保罗式见证的时候 其实常常就会在想 如果我今天是要写一个见证 跟大家介绍 我以前曾经有怎么样的软弱 但因着神我得到了改变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 没那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 如果我自己身上有一些的软弱 这软弱可能不见得是肢体上 可能是我内心 甚至是我的想法 我的个性 有一些软弱 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愿意跟人家诉说呢 写神见证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我已经接受 而且我已经想好 我可以怎么说 也许这个见证讲出来 大家会觉得 哇 神又真又活 同时也不会让人家 对我这一个人 有太多的负面的观感那种感觉 可是如果真的要把我所有的软弱 都探出来放在桌子上 让大家一一解释的话 很难吧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是不会 我在信主以前 真的不是多好的人 但信主以后 也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缺点 要真的把我那些缺点 全部探在桌子上 可能我今天连讲台 我都站不上来了 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软弱 不是每一个都需要 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检视 但也因为这样 其实可以想想 我们不是真的担心软弱 被人家看见 而是因为我们有软弱 为什么会有软弱呢 很正常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身上都有罪行 有罪信 即使我们信了主 我们因信称义了 但不代表我们就是完全人 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变的 需要改进的 需要调整的 这些软弱 其实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它可能是从老我来的 它可能是因为成长经验来的 它可能是最近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我又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但总之 我就是有这些软弱 圣经当中也提到 其实没有完全人 像保罗 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 没有义人 一个也没有 甚至在这边 耶稣自己也提过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一个人他来见耶稣 他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呢 那耶稣这个时候就回答 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有另外一个译本 是这样说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 才能得永生 那耶稣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今天 是把我当作夫子 也就是教师 某一个可以 讲一些真理 有一些教导的 一般人 你把我当一般人的时候 一般人 没有人是良善的 只有神 祂是良善的 其实就跟保罗说的 没有义人 一个也没有 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义人 一个也没有 也正硬如此 所以我们才会有 各样的软弱 我们会有些不完全的事情 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这一段 他其实是有后续的 他继续说 保罗问他说 耶稣就问他说 那你如果要得 这完全人的话 你如果要得永生的话 你要遵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那些记录在实践里面的东西 这时候 这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财主 他就回答 耶稣说 这些你所提到的 我都已经遵守了 这个时候 耶稣就进一步再问 他说 如果你要成为完全人的话 那你就变卖你所有的 然后来跟随我 但最后这一个人 他听到耶稣所说的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 好像很合理 对不对 先想一想 对于这一个人来说 他已经守了那些的诫命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一定是了解 圣经里面所提到 那些应该要守住的东西 无论是从实戒 或者到于 可能立位记里面 所提到的那许多的规条 这些他都清楚 所以他说 这些我都守住了 可是当耶稣提出一个 更大的挑战 你是否愿意变卖你所有的 来跟随我的时候 他却悠悠愁愁的走 他仍然有一个软肋 这软肋可能是 他放不下他的钱 这软肋可能是 他放不下 没有凭着理性 去跟随一个人 或许真的是 因为这个时候的耶稣 对他来说 还只是个夫子 他不见得真的觉得 耶稣是神 那你要我跟着某一个夫子 变卖一切 然后跟着你走 好像有点困难 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走 每一个人都会有 我们的软肋 每一个人的可能都不一样 相信你跟我的 应该也都不一样 我可能在乎的是钱 有人真的不在乎钱 但是他可能更在乎 其他他所在意的事情 这可能都会成为 我们被这瑕疵的东西 下一页麻烦 但每一个人的软肋 在神的面前 都是可以被解决的 就像耶稣在看到 刚刚那一个人 悠悠愁愁的走了之后 他就跟他的门徒说 这妇人要进 妇人就有钱人 妇人要进神的国 就比那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那其他人就问他说 那有钱人不就都 没有办法进天国了吗 但是耶稣是回答他说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软肋 或者我们所在意的事 我们的软弱 带到上帝的面前 在他其有难成的事呢 在他总会带领我们 看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要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 或者要成为一个完全人 真的不是容易的事 就像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都期待 我们可以有圣灵的果子 在我们的身上 圣灵的果子有九样 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 写得很清楚 他说有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法律可以禁止 对 没有法律可以禁止 但是我们也做不出来 这九样 每一个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从字面上 其实都看得懂它的意思 这个仁爱 喜乐 和平 全部都不用人家解释 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 有好几位牧者 他们甚至可以用单一个果子 就能分享一篇道 所以这其中其实有更深 值得去了解的意涵 也代表着有更多的挣扎 不是我们可以容易去达成 也因为如此 所以这九个果子 就好像是我们 这一生当中的九种挑战 我们可能都一直在改变中 我们试着在达成中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说 我就是一个良善的人 我就是一个和平喜乐的人 好像有点难 但是我们都试着去做到这件事 麻烦下一页 谢谢 这九种果子 虽然是保罗写在加拉太书里面的 也就是说保罗他也很清楚地知道 这九种是圣灵的果子 但是我自己在看保罗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他好像已经有那九种果子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都是人 保罗虽然是一个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信心的伟人 但是他也是人 他也仍然有他改变中 努力中的事情 所以我在看 尤其是使徒行传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他有做了一些的事情 会让我觉得九种果子 也许我们都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但保罗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像保罗他在写一封书信 菲利比书给菲利比教会的时候 他观察到一个现象 他说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是以色列人 他们可能是希伯来人 他们进到了教会里 看见大家只相信耶稣 然后因着对耶稣的信而称义 他们说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要成为完全人 不只要相信耶稣 你还要像我们希伯来人一样 我们要有割礼 我们要守节旗 我们要守律法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这样子你才可以成为完全人 保罗他就是在这菲利比书里面 跟大家提醒 不要听这些人的话 这些人他们自称是以色列人 是希伯来人 是不是我还不知道 但我跟你讲我更是 他说我在第八天的时候就受割离 意思就是说 我从我爸爸妈妈就是希伯来人 而且我们守希伯来的律法 他说你看我是以色列族 平亚敏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真的要追 你看我的祖父也都追得到 我是平亚敏人 就律法上来说 我是个法利赛人 如果你要说圣经里面 所提到那些律法 我全部都知道 我全部都清楚 所以我就像法利赛人那样 是守读律法的 并且就热心来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耶稣 但我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因为我守着律法 我不是只是看着律法 懂着律法就好 我是有去行动的 我看见有人 他们好像说他是上帝 所以我就会去攻击这些人 是只要把这些人抓起来 但就律法上的义来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也就是他真的是 试着去守住这所有的律法 从这边看起来 保罗应该是个完全人吧 至少从法利赛人 或者从旧约的观点来看 他就像一个完全人一样 好像无可指摘那种感觉 麻烦下一页 麻烦 简报报按下一页 谢谢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有一段时候 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一起在安提阿教会那边聚会 聚会有一天 圣灵对他们教会说话 他说你要拆派巴拿巴跟保罗 让他们去做我的功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巴拿巴跟保罗 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那个宣教旅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地图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 先到塞浦勒斯岛 塞浦勒斯岛在圣经里面是写 居比路 是写居比路 你知道塞浦勒斯 这个地方还真有去过 这个很漂亮的地方 很有希腊文化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 去到塞浦勒斯以后 接下来是往上 就去到这个是 现在的土耳其的南端 然后顺着土耳其的路 最后走回到 最后再走远路 回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 这是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但是在宣教旅程当中 有发生一个插曲 就是他们从塞浦勒斯 要抵达这个 土耳其南端的时候 他们的队伍当中 有一个人逃跑 他是马可 圣经里面是写 称呼马可的约翰 有人说这个马可 可能就是写 马可福音的那位马可 那个时候 他逃跑的原因不知道 但最后就是 到了庞菲利亚以后 马可就没有跟他们 一起去完成 后续的那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所以当第二次 保罗又跟巴拿巴提议 我们这时候 应该回去 就像这边提到的 他说我们可以回到 从前宣传主到的各城 看望我们的弟兄们 景况如何 我们回去看看吧 我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 去的那一些地方 我们各自有在那边 建立一些教会 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再回去看看 他们如何 巴拿巴就有意要带着 称呼马可的约翰桶去 可是保罗因为马可 从前在庞菲利亚 离开了他们 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做工 所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是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最后是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就往塞浦勒斯去 而最后保罗是带着 带着 突然忘记另外那个 弟兄的名字叫什么 希拉 对 应该是希拉吧 有点忘记 带着希拉 然后就走另外一个路线 你看最后是 马可跟巴拿巴一起 然后保罗带着希拉一起 他们最后是分两条路线前进 可是其实他们是 非常密切的占有 你想想看 保罗他当初 不被教会所接受的时候 是巴拿巴接待了他 所以巴拿巴就好像 反映了他的名字 是个劝慰子 是个包容力非常强的人 所以他最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跟保罗一起来服事 但最后却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可是马可他所做的 真的是这么最大恶极的事情吗 你可以想想 就是可能保罗也有他的顾虑 所以他觉得第二次的宣教里程 不适合再带这一个人一起前去 但或不会其实保罗在 对于对或错这种事情上 也有过分的固执 所以以至于他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他也有他的软热 他也有他的软弱 就像我刚刚说 正常 因为保罗跟我们一样都是一般人 我们都有我们所在意的事情 不是吗 麻烦下一页 谢谢 所以保罗他就曾经在罗马书里面 写了这一段话 他说 我居然好像有一个律 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其实是喜欢神的律的 可是我觉得肢体当中 好像有另外一个律 在跟我心中的这个律交战 包路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说心思的战场 不是吗 好像有一些动画或者是电影 就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要抉择的事情 遇到一些需要去做一点行动的时候 砰 就会有一个小天使 砰 就会有一个小恶魔 小天使跟你说这件事情 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 小恶魔说OK啦 你管他的之类的 好像两边就在互相争战 这一边可能就是我真的期待 好像是依旋着上帝的道 我去做一些正确的选择 但这边就好像是有一种肉体上的选择 一个肉体上的律 吸引着我去做这个 好像更符合自己写信的那种需求 我相信这种事情应该常常 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会发生 我自己是很常发生 有时候贪小便宜的事情 有时候就会在我的心里面有点挣扎 有些事情是可以有一些 那个叫什么 得过且过的机会 我也会有点挣扎 或者是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做得那么完美 这样子就好 这种事情有时候会成为我的挣扎 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挣扎 都会有那种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该这么做 可是这样子做好像更符合 我想做的样子 心事的战场 麻烦下一页 这种心事的战场 很常出现 这个出现已经不是在于 我们这种普通人了 是就现在圣经当中的伟人 应该也都是非常常出现的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当中 一开始提到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为之事的确据 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一长串 一大堆的人 提到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你看这些人全部都是信心的伟人 但是这些信心的伟人当中 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除了前面两位 也就是亚伯跟以诺 他们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戏份 所以不知道他的软弱的点是什么 其他的人 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他的软弱 一开始这个亚伯 他是一出场就死掉了 所以没什么好说 以诺是一出场就跟着神的旋风 一起被接走了 所以也不知道他的软弱 可是我们开始看 挪亚 他是一个醉酒的人 他还曾经露出他的下体 让那孩子们看到 然后他的孩子去帮他盖好 他还咒诅他的孩子 对不对 然后撒拉 撒拉神跟他说 你接下来 你还要再生一个孩子 他说我都几岁了 还生 他还偷笑 神说你就是偷笑了 他说还不承认 偷笑还不承认 还有以撒 以撒他就跟他的爸爸 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是 他去到外地的时候 有两次 他跟他的太太说 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 不要说是我的太太 免得人家想要你的时候 先把我杀掉 然后再来找你 所以你就说妹子就好 这个以撒 遗传他父亲 遗传得很好 他也跟他的太太 说过一样的事情 再来雅各 雅各就是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抓 一直在试着 要抓更多的东西 然后还有他的孩子 约瑟 约瑟他曾经做了个梦 然后就跟他的哥哥们说 你看我看见太阳月亮 还有那十一个星星 十个星星全部都向我下拜 他说哇 你这个人太不会看颜色了吧 对不对 再来还有很多 像是摩西 他是个杀人犯 所以他才会逃到外地去 然后以色列人 走在那旷野的时候 抱怨可多了 拉荷他一开始就是个妓女 然后基电 他有一大堆的妻子 所以他才会生了一大堆的孩子 巴拉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 比较陌生 但是说到迪波拉 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吧 迪波拉那位女先知 巴拉就是同期跟他一起出现的 迪波拉就是跟巴拉说 你去跟他们争战 然后巴拉就跟他说 我怕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所以你看 他其实也不是一个 真的那么有信心的人 但再来看参孙 你看参孙 他是一个虽然有利器 但是自意妄为的人 耶夫他 他学会帮人去做献祭 还有大卫 还有后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 所以虽然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 虽然这些都在圣经上记他一笔 甚至是在西伯来书里面 是把他当作一个 我们可以参考的典范 但实际上我们回去看他的故事 没有一个完全人 一个也没有 麻烦下一页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但是感谢主 上帝不是用我们的软弱 来看我们 就像大卫 他是一个 真的把他的部下派出去杀害 然后夺取他的妻子 这听起来其实是很恶意的事情 尤其这件事情发生 是在他认识神之后 他仍然是这样子做 可是上帝并没有用他 做的这一件错事 定义了他这一个人 对 他有错 所以上帝用他的方式说 你不可以为我建殿 你有你的问题 后续他的孩子 也跟他有一些 在关系上的一些挑战 所以对大卫来说 他确实仍然有他要面对的功课 可是回到西伯来书来看 上帝仍然是称他为有信心的人 上帝啊 我很感谢就是 他不是用我们的软弱来定义我们 他是以我们对他的信心来定义我们 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我们对他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那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 你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当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就会因着这个信心 开始有一些的改变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错事 至少我们也是愿意悔改的人 而不是那一个将错就错 我就继续循着这条路下去的人 所以我觉得上帝他在看我们的时候 是有怜悯 同时也有公义 他不是只是把我们当作 这样的一个过犯中的人 而是因着信 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 有一个在眼光上的改变 所以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 继续有提到的 他说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既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他看我们不是只抓着那个小把柄 不是只抓着我们的软弱看 而是我们仍然是在他的恩典当中 活着的人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做错事 一直做那不对的事 一直在罪中呢 好像我们越多的罪 得了他的赦免 那我们的罪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一直犯罪 一直犯罪 那是不是看见恩典也越来越多那种感觉 没有 保罗提醒 不是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呢 想想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与耶稣连结的 我们那些罪 我们那些过犯 我们是随着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一同死去的 当他复活的时候 就像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是要用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活着 当然全新的生命不意味着 所有的那些过犯都已经离开我们 从今我们就是个完全人 倒也不是 但是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跟他联合 我们应该要是照着他那重生的生命 重新开始我们这个人生 但是耶稣他的死 是为我们完全了在律法上的要求 即便如此 保罗再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 他说 那我们在恩典底下 不在律法以下 就可以犯罪吗 想想 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 我们原本是在最终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 耶稣他定在十字架上 就把我们的罪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律法仍然都在 但是他满足了这个律法 我们原本是有罪的 但是耶稣已经担负了 我们这个罪所要带出的刑法 所以虽然我们仍然有罪 但是这个罪耶稣满足了 既然耶稣满足了 那我们就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犯罪 没什么事了呢 也不是哦 他说断乎不可 岂不知道你们献上自己 作为奴仆 你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你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于诚意 这个其实也是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原本是在罪里面 所以我们要满足的是 在律法上的要求 律法有一个很有趣的状态 就是既然它是一个 定出来的法律 那就代表他必须要讲得很清楚 什么样的时候要试用 什么样的条款 所以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就会跟你怎么样的处罚 我怎么样去知道 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要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 所以不可杀人 不可奸仪 不可偷盗 每一件事情都要讲得很清楚 这些事情都不能做 做了会怎么样 可是跟随耶稣以后 耶稣说 你要做了两件事情 就是爱神跟爱人 他给的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他不是像法律一样 法律规规条条 每一个都要定义得很清楚 但是就会有很多的漏网之语 你知道法律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灰色地带 就是因为人定了这些法律 怎么定都不够 总会有一些在规定当中 比较模糊 没有被规定到的东西 所以才要试着在法庭上去做公结 但是在神的面前不是 他说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爱神爱人 你自己去想吧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会想着 我可以做这个吗 我可以做那个吗 但是回到爱神爱人的面前 没有什么好去公结 应该说没有什么好去 找一个弯弯曲曲的路去说 我这样做好像也是 爱神爱人吧 好像很难了 对不对 目标放得很大 跟法律不一样 所以我们即使不是在法律当中 被那些规规条条给限制住 但是在神的面前 这些事情都变得很透明 在神面前 这些东西都是很道德层面 你知道该怎么做就去做 不要做的就不要做 那种感觉 麻烦下一页 但感谢主 罗马书里面继续有提到 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都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所以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那神就拆派了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生的形象 成了赎罪祭 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讲得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是不认识神的人 我当然就只能被律法给限制住 我要付上的代价 就是我因为罪而带出来的 可是当我接受了耶稣以后 耶稣的死 就是把我那些罪给拿去 我原本所犯下的律法都给完全 如今我真的是可以 以一个完全人的方式生活下去 当然麻烦下一页 我们仍然不是完全人 我们仍然不是完全人 可是在上帝面前 祂是允许 祂是容许我们有软弱的 麻烦敬拜团跟我一起来唱 这个回音的诗歌好吗 我们在神的面前 很感谢祂的是 祂并不是定睛在我们的软弱上 祂不是只看着我们做错的事上 而是当我们愿意接受祂以后 我们是在祂的面前 成为那不完全的义人 祂是容许我们有一些软弱的 但同时祂也期待我们 我们应该要是 继续追寻着祂来前进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个性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方向 甚至圣灵也会来调整我们的心 你可以想象 这有点像是 我们正处于一个推跟拉的状态 在以前 我们只有被律法给推着走 律法说哪些要做哪些不做 我们只能这样子前进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就会被律法推到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受伤 可能就会死掉 但如今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被拉着 我们是向着祂来直跑 虽然我们有一些仍然做得不好 仍然不对 仍然有软弱的地方 但是祂就说了 祂就是那标杆 我们就向着那标杆直跑 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去做那对的选择 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生来经营这件事情 之前我有好几次跟大家提过 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 这个真的不是我之前的 你知道 我这个 你可以听到我在主日上 虽然就已经讲得有点坑坑巴巴 但是我在主日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是私底下自己已经排练过好多次 上台才有这种坑坑巴巴的表现 私底下的我更是一个很容易会辞不达意 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可能就会不小心一些措辞 可能用得不好 甚至有时候可能因此得罪人 你知道我甚至也有一些 自己原生的一些问题 像是我的成长经验 我的父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权威感的人 所以以至于后续我在面对一些比较有权威感的人的时候 我甚至讲话都会结巴 这么样一个我 我感谢主 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把我撇弃 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说 哇 你有罪了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来做任何我期待你去做的事情 而是他仍然就在前面设下了一个标杆 他说你往我跑来吧 能做什么 我帮助你 我愿意你一生来跟随我 我还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城市语言 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学的是C-shop 但是我很快就接触到就是网页的撰写 那时候的网页撰写 真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你把你的什么个人网站放到网路上 人家都不会怎么样 那是一个 骇客们都不像现在的骇客那种 非常良善的世界 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现在放什么东西到网路上 可能都会被有心人士利用 但以前那美好的年代 常常都会看到有很多人 把自己的网站写一写 然后就丢上去 但是有很多人的网站写上去的时候 还有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都还没写好 他就先丢了 那这个区块还没写好 怎么办呢 他就会放一个图 就是有一个人拿着铲子 在那里挖地板 然后下面就有一行字 写着施工中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弟兄姐妹 跟我有一样的祭祀感吧 有看过那个图标 施工中 如今我们就是施工中的人 不是吗 我们不用当个完全人 但是期待我们都可以成为 是讨他喜悦的人 得点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